嗨大家好我是一颗资料 今天我来到这边吃点东西 然后点了这个炸鸡 这边是海苔肉松的 然后这边是那个芝士粉的 还有一份烤鸭 就是最近有点 就是最近有点馋烤鸭了 然后就点了一份来吃 我先喝口可乐 这家炸鸡我可期待来着 因为它这里还有一个芝士碗 长这样的芝士碗 就是很像那种韩剧里面的 好一口 中间就是这个辣色的芝士 但是我放了一会儿 它就有点黏住了 外面这一圈粉真的 看得很香很香那一种 好吃 来个海苔肉松味的炸鸡 这个肉松是那种甜甜甜的 我去洗手了 然后来一片沾酱的烤鸭 我可喜欢这个甜面酱 就是那种很香很香 然后又很浓厚的感觉 葱丝来一点 黄瓜也来一些 裹满这个酱汁 我其实本来 还点了一份那个火鸡面的 但是那个起手配送方面 就是出了点问题 我还挺难过的 因为最近不是很火吗 那个火鸡面配这个烤鸭卷 来一口 加了很多酱的烤鸭卷 好吃 这个甜面酱有一点点咸 不过还是那味儿 包起来 好吃 其实这两个都已经有点冷掉了 因为我一直在等那个火鸡面嘛 然后等到后面 而且我等了 一个半小时我才发现不对劲 因为这些的话 其实都是配送一个小时左右 那个等了一个半小时 我就打电话去问了 然后就知道出问题了 好吃 其实我在家自己吃炸鸡 我一般是不会戴手套的 就是直接上手那种 这个是那个撒了芝士粉的炸鸡 它上面满满都是这个粉 它这个不是单纯的扫 它会把它就是 呃 在表面都裹一层那一种 我就觉得很好吃 这个粉 这个粉鲜甜鲜甜的那一种 它有一种 嗯 可能觉得奶香味在里面 然后里面的鸡肉很嫩 也是比较入味 就是那种淡淡的咸味 这个也不脆的 但是我不敢想象 这一个脆起来该有多好吃 就是它如果刚拿到我就吃 会有多好吃 来一个这个 呃 肉松年糕 好吃好吃 再来一个果汁是粉的 都好吃 我觉得这种粉在我家那边 真的很很少见 就是几乎没有做这个 再来一个肉松鸡腿 它还给了一个酸梅酱 但是我感觉我应该用不上 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个甜面酱 这个是两层皮 尝一下酸梅酱的 也好吃 也好吃 再来一个芝士球 中间这一大棚 全都是那种凝固的芝士 好像那种奶酪一样的那种感觉 就是奶香味特别浓郁 这两个可贵了呢 这两个也要6块钱一个 但是我吃了就知道 到底有多好吃 麻烦 来个芝士味儿的 这种炸鸡完全就是我看的那种 韩剧里面会有的炸鸡 就是很还原很像 有点吃累了 那好像要全部都烤了 我还带了一些书过来 一会还要背书那些 希望可以过 希望全部都可以过 有一点吃不动了 然后烤药的话 还有这些 还有这个 我还想说晚上如果 有时间的话再拍一期视频的 感觉怎么还是那么多 那剩余的就等我洗一会儿再吃 因为这 这几天的经历和提议 真的不太行 就是感觉自己 希望身体快点好起来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